我沾那个头巾 竟然隐约有松了一口气的感觉 我不能原谅 那个松了一口气的自己 是否害死了我们的小孩 对不起 我让你 觉得我们两个没有办法一起养小孩 我让你隐瞒到现在 才跟我说这件事情 你什么东西 宋小姐 恭喜你啊 你怀孕了 我看着妈妈手册里 一条又一条的注意事项 我越看越不安 那一阵子 你一直跟我分享 你身边的朋友都有宝宝了 然后你就满心期待着 你也有自己的小孩 可是你越是这样 我越觉得有压力 越觉得很担心 医生说 刚着床的时候 要避免激烈的运动 是医生的提醒 我都故意不当一回事 你想要的时候 我没有拒绝 我还是照常生活 照样过日子 然后有一天 宋小姐 宝宝确定是留掉了 医生一直跟我说 那不是我的错 叫我不要自责 但是你知道吗 我在那个头上 竟然隐约又松了一口气的恐惧 我不能原谅 那个松了一口气的自己 是不是害死了我们的小孩 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不知道 就是一种感觉 我不知道怎么说 觉得 觉得我们两个没有办法一起承担 还是 还是你不信任我 不是 你对我很好 你知道我不能做爱之后 你就对我更好了 那为什么还 就是因为你对我越好 我就越觉得我很可恶 我很自私 你知道 其实我发现 应该是我有问题 不是 就像 家里面所有大小事 都是你一个人承担的 我没有 这些家务 我一向都不会帮忙做 我每天就只会 坐在这个沙发上 打我的电动 我让你不相信我 对不起 因为我 我自己也不好受 我也不好受 对 应该是我跟你道歉吧 对不起 我让你觉得 我没有办法承担这一切 对不起 我让你一个人面对了 对不起 我让你 觉得我们两个 没有办法一起养小孩 我让你 隐瞒到现在 才跟我说这一件事情 不是这样 我 我 我们 我们 我们到底算什么